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特朗普因卡玛拉 哈里斯在竞选民调中的迅速崛起 而感到不安 对其竞选团队的表现提出质疑 特朗普抱怨媒体对哈里斯报道过于夸大 并对他的集会规模表示不满 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竞选活动在民调和筹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这让特朗普及其盟友感到措手不及 特朗普甚至指责哈里斯付钱给参加者来提高集会人数 然而 面对这些挑战 特朗普及其团队依然坚持他们的竞选目标 并试图转移媒体的注意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竞争在夏季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而这场竞选的焦点人物唐纳德 特朗普和卡玛拉 哈里斯各自的竞选活动和民调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 随着哈里斯在民调中的崛起 特朗普的情绪也变得愈发紧张和不安 这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马凯特大学法学院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卡玛拉 哈里斯在可能的选民中领先特朗普6个百分点 这使得特朗普倍感压力 特朗普对此表现得非常不满 他不断向朋友询问他们对其竞选表现的看法 并对竞选团队的表现提出质疑 据悉 特朗普竞选团队内部出现了一些争吵 因为某些活动似乎已经脱轨 特朗普的恐慌并非空穴来风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对哈里斯的崛起感到措手不及 特别是在此前一直猜测乔拜登可能会让位的情况下 当哈里斯接替拜登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候选人时 这种措手不及的情绪更是加剧 周四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 抱怨媒体低估了他的集会规模 认为媒体对哈里斯的报道过于夸大 他写道 如果卡玛拉的集会有1000人 媒体就会疯狂 并谈论这有多大 而他是为他的人群付钱的 当我举行集会时 有10万人出现 假新闻却不报道 哈里斯与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组成的竞选搭档 在民调和筹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更加剧了特朗普的愤怒和不安 据Yahoo US报道 哈里斯和沃尔兹在底特律的一场集会 吸引了1.5万人的人群 这是迄今未止竞选活动中最大的一次集会 大量的门票请求接近5万张 活动组织者不得不将活动 移至更大的机场机库 这种戏剧性的进场方式让人联想到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的机库集会 而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和亚特兰大的集会上 哈里斯和沃尔兹也吸引了超过1万名参加者 特朗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媒体对哈里斯的报道过于夸大 他在Truth Social上写道 当我举行集会时 有10万人出现假新闻不谈论他 他们拒绝提及人群规模 假新闻是人民的敌人 根据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特朗普在一次电话中告诉一位盟友 我打败了拜登 现在我还得打败他 这不公平 他的这种情绪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再次浮现出来 民调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飙升 而他的筹款数据也超过了他的共和党对手 本月早些时候的官方数据显示 哈里斯在7月份筹集了3.1亿美元 是特朗普竞选活动1.387亿美元的两倍多 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内部 也出现了调整的迹象 凯利安、康威的访问海湖庄园 引发了特朗普可能会重新调整其竞选团队的猜测 康威曾是2016年特朗普胜利的策划者 然而 尽管有些不安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并没有出现恐慌 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理查德 波特告诉每日电讯报 特朗普必须第二次赢得这次选举 曾在里跟白宫工作的杰夫·洛德则表示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不需要按下警报按钮 他说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当你有一个新提名人时 民调会出现激增 然后你会回到正轨 同时 南希·佩洛西也加入了其他试图说服侨拜登退位的人群 因为他担心 总统在特朗普的胜利之路上 铺设玫瑰花瓣 他在推广新书的采访中告诉记者 现在我真的在要求一个更好的竞选活动 我们没有一个走向胜利的竞选活动 成员们在他们的选区中知道这一点 他补充说 六月底的总统辩论极其后果 使特朗普的胜利成为必然 尽管佩洛西回避了 是否直接告诉拜登退位的问题 他承认 他确实与许多希望更换竞选领袖的高级民主党人交谈 这位前众议院议长说 他接到了数百个来自担心选举的民主党人的电话 他回忆起他7月10日 在MSNBC上的露面 这促使民主党人相信 拜登在是否参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恳求拜登让位 佩洛西建议拜登不要与特朗普辩论 尽管他相信拜登能应对 接受纽约克采访时 佩洛西承认他担心自己在说服拜登退位中的角色的后果 当被问及他们的友谊是否会持续时 他回答说 我祈祷如此 我哭泣如此 我为此失眠 总的来说 随着选战的深入 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处于一场激烈而动荡的选举竞赛中 两人的竞选活动和民调数据不断变化 这使得这场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注定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因卡玛拉、哈里斯在美国选举民调中的崛起而感到不安 这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这位前副总统的竞选表现实在是让人惊艳 根据马凯特大学法学院的最新调查 哈里斯竟然领先六个百分点 这不是小巫见大巫 而是大巫见真巫啊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内部出现争吵 这些纷纷扰扰就像是一场沙尘暴 让人眼花缭乱 美国的选民们似乎对这位虚张声势的前总统已经厌倦 反而更青睐那个带着新鲜感和希望的副总统 这次选举就像一场辛老对抗的现代决斗场 谁能赢得民心 谁就能笑到最后 楚天书 请你不要太过于乐观 哈里斯的崛起指不过是昙花一现 你知道民调数据就如同天上的云 瞬息万变 谁也不能确保它的持久性 特朗普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安 但这只是在做政治秀罢了 《华盛顿邮报》也报道称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并没有陷入恐慌 这种民调激增的现象在选举中屡见不显 你还记得里根白宫的杰夫 洛德怎么说的吗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然后你会回到正轨 所以 哈里斯的领先不过是一个泡沫 随时可能破灭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可有十万人的集会规模 不是那些付钱来的热闹场面能比的 琪琪 你是在说笑吧 哈里斯的支持不是昙花一现 而是实实在在的名义 你知道他在七月份筹集了多少钱吗 3.1亿美元 这可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两倍多 这么庞大的资金支持 可不是随便就能吹灭的泡沫 特朗普的十万人集会 拜托 那只是他的美梦吧 他自己也承认 媒体对他的报道越来越少 因为他那一套夸张言辞已经没人感兴趣了 反观哈里斯 他的集会场面捋破纪录 这可不是付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民主党内部也开始团结起来 大家都希望拜登退位 给哈里斯更多的机会 这次选举 特朗普真的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了 楚天书让我告诉你一个真相 选举筹款多寡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选票 你还记得希拉里克林顿吗 他在2016年筹集了大量资金 但最终还是输给了特朗普 重要的是选民心中的形象和信任感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看重的是他的强硬和直言不讳 而不是那些花边新闻 十万人的集会规模 只是证明他的支持者依然坚定不移 哈里斯固然有些新鲜感 但别忘了 选民们对于他的副总统表现 和一些政策立场还抱有疑虑 民主党内部压力大 团结不易 这可是老问题 特别是南希·佩洛西这样的老将 都在担心拜登退位会带来的风险 所以哈里斯的光芒未必能持久 他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最终还是要面对民意的冷酷现实 琪琪 你真是太保守了 哈里斯的崛起就是一场民意革命 特朗普的强硬与直言不讳 已经变成了强词夺理和口无遮拦 民主党的内部分歧是有 但正因如此 大家才会更加珍惜哈里斯的崛起 这是一个新的希望 你说希拉里克林顿 我倒觉得他的失败正是因为当时民意未能达成共识 而现在哈里斯带来的是一股新的风潮 他与沃尔兹的搭档就像当年奥巴马的选举一样 激发了年轻选民的热情 你知道集会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加者 这不仅仅是新鲜感 更是一种未来的希望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可能不容易动摇 但随着更多选民站在哈里斯一边 特朗普的十万人集会 也只能变成他在Truth Social上的一场自我安慰了 好吧 楚天说 我承认哈里斯的崛起令人耳目一新 但别忘了 民意革命的浪潮往往来得快 去得也快 特朗普的强词夺理 那可是选民们喜闻乐见的娱乐秀 他的口无遮拦 反而是吸引了那些对传统政治失望的人 哈里斯和沃尔兹或许能带来一时的热度 但选举最终还是要看选票 选民们对哈里斯的政策和立场还有很多疑问 这不是一个拥有三个月新鲜感的竞选搭档就能解决的 再说 佩洛西这样的民主党老将都在担心哈里斯能否最终获得党内支持 这足以说明问题 选举是一场长跑 而不是短跑 谁能笑到最后 还真未可知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热爱他的娱乐政治 而这正是他的强项 即使哈里斯现在风头正静 也未必能持久 最终还是要看实力和毅力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